河马医生他在一个小镇里植医 每天诊手一开门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动物来排队 等着他看病 可是最近河马医生有点有气无力 每天开门他就看坐在椅子上 勉强为病人开药方 可是他常常搞错了 有人头痛他把他治成眼睛痛 有人手痛他就帮他包扎了脚 当然病人就会议论纷纷 然后河马医生自己也觉得 自己是不是年纪大了呢 所以有一天他就在整手 推了一张布告 就说我从明天开始我就退休了 请大家恋情高明 河马医生就真的退休了 那他退休了 他的生活就过得比较愉快吗 没有 因为他的生活失去了重心 所以他每天就坐在那里 就觉得好无聊好无聊 这么长的日子 不知道怎么去打发 有一天他从窗口 然后看到狐狸大叔 经过那抱了一大箱的 那个不要的玩具 他就问狐狸大叔说 你可以把这箱不要的玩具 送给我吗 狐狸大叔当然就同意啦 河马医生就把这个玩具 每一个仔细检查 发现 这些玩具其实都可以修理耶 所以在他的巧索之下 这些玩具就全部都修好了 那修好了玩具 接下来呢 河马医生就找了很多动物来 然后就跟他们讲这些 玩具的故事喔 那刚开始只有一只动物 接下来两只接下来 哇就好多动物都来听他故事 那他编的故事实在非常非常精彩喔 那后来呢 河马医生呢他的诊手没有在开张 可是呢他开张了什么呢 团具诊所 河马医生呢每天也就忙得非常非常起敬喔 那像这样一本书 其实就是教导我们喔 就是让孩子可以知道 很多东西呢 其实只要你修一修 都会有新的生命喔 那另外我们现在不是在讲长照吗 那其实在这里面呢就让老人家搭配他的专长 然后其实他们都有可能重新再创 他们自己生命的第二春喔 那这本玩具诊手开门了 其实他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就在新庄的新泰国小 方树珍跟郝肉文 然后他们知道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觉得很感动 花了四年的时间把它做出来了 我想不管是小朋友 包括我们自己大人 包括家里的阿公阿嬷 其实看了这本书 可能大家感触都会特别深刻